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环球时报8月18日报道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我国2020年7月的稀土出口量锐减仅为1620吨 而2019年7月的稀土出口量为5243吨 出口量下滑69% 这可能反映疫情和国际局势双重作用下 我们国家已经愈发开始重视稀土的地位 严管出口已经成为了如今的当务之急 虽然相比于2019年 中国的稀土开采量保持平稳 甚至开采指标还略微上扬6% 但是由于外需降低等诸多因素 国际稀土价格已经节节攀升 稀土永磁的价格 在8月最近一周的时间内正不断暴涨 对此高度依赖的美国企业正焦头烂额 他们甚至不担心价格上涨 只是担心在未来稀土连买都买不到 关于减少稀土出口这一问题 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议 其中一家日本媒体认为 中方限制出口此举或是在报复美国 美国虽然号称是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但是目前仍然被稀土牢牢卡住脖子 美国硅谷几乎可以说 失去了稀土就失去了一切 鉴于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地的制造业 和脆弱性的外包 美国经济的几大优势产业 都离不开中国的稀土供给 其中就包括美国的高科技 国防工业 智能制造等美国经济 过去在全球垄断的产业 而对于美国相关企业 正加大与澳大利亚企业合作 并试图实现获得稀土提纯和分离的技术 俄媒RT稍早前分析 这是打肿脸 冲胖子 这也进一步表明 稀土正是美国经济的另一软肋 中国是稀土储量大国 更是稀土出口大国 中国的稀土产量约占全球60% 这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稀土 要更加易于开采 全世界每年用作贸易的精炼稀土 有90%从中国出口 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稀土供应国 美国每年购买100吨稀土 就有80吨来自于中国 而排名第二的则是东欧小国 爱沙尼亚 占比仅为6% 美国对中国稀土的极度依赖 意味着只要中国缩紧稀土出口的口袋 那么美国将会遭受重大打击 对此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研究院 已经发出警告 由于中国可能在未来 进一步限制稀土出口 美国的本土高科技和军工企业 将会面临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 一直努力冲建稀土供应链 他曾经想买格林兰岛的想法 尽管看上去特别可笑 其实也是瞄准了那边的稀土资源 除了他们加快与各国共建稀土开采工厂外 反华极先锋的美国议员卢比奥 更是提议建立一个不受反垄断法束缚的稀土联盟 不过摆脱中国稀土过度依赖 这句口号估计还要喊上15年 这可是美国政府问责局 对国内稀土产业的全面评估 最后的结果显示 重建美国稀土供应链需要15年 目前中国把稀土作为战略资源 决定建立研究中心 研究开发新材料和应用技术 以使这一重要资源利益最大化 优先于国内 并决定不再依赖于出口 毕竟稀土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 用一点就少一点 国家应尽早严格控制稀土精炼和深加工技术 应禁止外流 严格控制稀土出口 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限制出口后 受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美国 今年4月份的时候 中国政府更是郑重宣布 稀土定位为战略资源 发改委也喊话称 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的稀土 做制造的产品 反映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 那么我想中国人民都不会高兴的 稀土一般是指 17种稀有金属元素的集合 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稀土在冶金 冶炼 石油化工 集成电路 电子设备 军工科技等领域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今全球几乎每六项技术的研发和 进步 就有一项和稀土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 关联 据了解 稀土有工业黄金支撑 同时也是高科技武器领域 多种功能性材料的关键元素 其最显著的功能就是大幅度提高 其他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如大幅度提高用于制造坦克 飞机 导弹的钢材 铝合金 钛合金的战术性能 从一定意义上说 美军在冷战后几次局部战争中压倒性控制 正源于稀土科技领域的超人一等 所以中方决定限制出口稀土这一举动很有可能会激怒美国人 为何会这么说呢 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 放眼全球 美国无疑是生产高精尖武器最多的国家 但由于稀土供应的短缺和病毒影响 包括落马和波音公司都无法交付一批急需的高精尖武器 例如没有了稀土 F35的产量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而稀土是F35战机的核心原材料之一 每造一架F35就需要半吨的稀土 根据美国专家研究后表示 稀土的减少将会使得美国生产F35战机成本增加 估计将会增加整整200亿美元 其二 半导体的制造也是需要依赖稀土资源的 而美国既是全球半导体第一生产大国 同时也是第一出口大国 根据不完全统计中方每年向美国进口的芯片总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 这足以见得美国芯片每年产量是多么庞大 限制出口的决定一出 美国芯片制造必将会受到进一步影响 面临着无法制造芯片的风险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 美国就一直深受稀土断供的恐惧支配 为了尽早找到稀土替代供应商 美国几乎跑遍全球 拥抱每一个可能为其提供稀土的国家 由美国军方牵头向矿产公司提供资金补贴 每个稀土加工厂在建设中最多可以获得2000万美元的资助金额 但是近一年时间过去 美国仍然无法靠自己解决稀土缺乏的问题 美国仍然依赖于从中国进口稀土 就拿最重要的女磁铁举例 美国特斯拉如果想要掀起新能源电动汽车风暴 就必须要依赖于女磁铁 稀土产业链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打造的 需要政府的直接支持 并且需要完善从普通矿石到精炼稀土的六部加工链 美国从二战以来就不再重视在本土精炼矿物 更加倾向于直接从国外进口 所以有趣的一幕是 即使中国不挖自己的稀土矿 但由于中国拥有成熟的加工体系 并且专利完全 很多国家蕴含稀土氧化物的原矿石都要被运往中国 加工完毕后再二次出口 大部分稀土则被运往了美国 目前我们是稀土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 在稀土的采选 冶炼 分离等领域开发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 尤其是在稀土分离 萃取技术上面 中国拥有其他国家 无法比拟的优势 为什么美国有稀土矿却搞不起来 因为分离提纯的技术在我们手上 所以万万不要相信美国近三十年不开采稀土 是为了环保的鬼话 其真正的症结就是没有产业链 这里有一位关键人物不得不提 他就是稀土之父徐光线 真正让中国稀土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徐老先生研究的全新稀土串集萃取技术 不但速度快成本低 提纯度更是创世界纪录99.99% 是他将中国稀土分离工艺 做到了世界第一 形成了绝对的技术壁垒 如果说中国有一千个搞稀土的博士 那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 可能都是出自徐老先生的门生 稀土分离技术 让中国成功实现了从稀土资源大国 向稀土生产出口大国的逆袭 徐光线更是开客和企业讲授自己的稀土萃取方法 而且这种推广完全是无偿的 并没有获得专利保护 这为之后的稀土之痛埋下了伏笔 这个几年前还被国外企业当作最高机密的稀土分离技术 顿时间成为了一项中国的乡镇企业都能够掌握的工艺 于是在暴力的诱惑和产量的碾压优势下 大量资本涌入开矿建厂 最疯狂的时候 全国一下子建了上百个稀土分离厂 每年的产能超过15万吨 而当时全球的总需求量才不到10万吨 导致国际稀土价格一落千丈 本应该比黄金还贵的稀土 却卖出了白菜价格 不仅如此 稀土无序 恶意 非法的开采背后 我们付出的环境代价更是触目惊心 2011年 干州一地稀土行业全年的利润为65亿元 然而因为稀土过分开采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恢复性质力 足足是利润的6倍 高达380亿元 面对宝贵的稀土廉价出口 不可再生的稀土资源 大量流失的现状 徐光县两次上书国务院 呼吁中国对稀土资源进行保护 很快从2007年开始 我们限制了稀土产量 当年的限制产量为8万吨 小于全球需求量10万吨 我们小小的政策一紧 全世界稀土格局却大地震 这叫什么 这就叫主导权 怕是这条惊人的曲线给美国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收紧的稀土配额毫无意外地引起了西方的恐慌 2012年美日欧联手将中国稀土屋 木相关产品的出口关税 出口配额以及出口配额管理和分配措施 诉诸了WTO争端解决机制 2014年 WTO裁定美日欧胜诉 这实际相当于强迫中国放弃出口限制手段 转而选择成本较高 效率较低的其他方式保护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可以说我们这次在WTO败诉的经验交足了学费 不仅仅让我们懂得如何在国际上立足 维护自己的权益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也曾手握一副好牌 因为思想意识的不够完善 资源的过度开采 产业链的不够完整 我们自己曾经忽视的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再捡回来 稀土对于美国就像其悬于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舰 用或不用 剑都在那里 保剑不必出窍 剑起亦可伤人 而对于我们对稀土的合理开发 核心技术的攻关以及产业链的完善才是重中之重 到那时利剑出窍才更具杀伤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